大家好,我是乖修山 这个视频咱们重点点评一下军工板块 那么像航发东立,北方导航亚新毛链 浙江鼎立,太豪科技 军工能否成为新风口 以及接下来还有没有好的机会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军工板块指数 首先的话呢,军工是近期还算有些持续性的一个板块 也是呢,时不时的会上演 涨停比较活跃 那么像军工对应的当前的剧情的话呢 第一,前段时间的话呢 它是有一定的消息驱动的 咱们呢,不解读太多 好,那么像台海问题 包括呢,像一些外围的一些环境 包括那些消息驱动等等 那么咱们重点还是回到技术面本身 技术面本身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的话呢,它唯一值得期待的 或者是值得重点跟踪的 是因为它的量能并没有萎缩 近期的话呢,还呈现量能有这样的一个稳步抬升的迹象 那么接下来对于军工板块怎么看呢 因为在最近的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 军工板块呢,还算是有些持续性 那么内部的话呢,还算比较活跃 后面能不能保持 那么只给大家讲三个核心点 第一个核心点的话呢,观察量能 只要量能不缩 那么呢,它内部就会吃鸡笔伏 这个吃鸡笔伏更多的是一种轮动的一个视角 就是说呢,小高潮之后分化两天 然后呢,再反弹,再分化,再反弹 以这种轮动的一个视角 正当上的一个格局 只要说量能不改变 这是第一个基点 第二个基点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当下的位置 其实对于军工板块的位置呢 并不算低 这个不算低值的时候呢 指的是从793点位以来 它已经给出了第二个日线级别的中枢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之第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这是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当前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级别 已经走出日线的趋势上 日线趋势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当前的一个位置关系来讲的话呢 是再往上的话呢 也容易走这样的一个背词段 什么叫背词段呢 我们来看 前面的话呢 对应的这是一个第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级别中枢 来去对待 这个位置呢 作为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就是用这样的视角去跟踪过 跟踪的节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回落 因为前面这个节点呢 和前面这个位置相比较来讲 是明显发生背词的 回落下来的话呢 对应的它是属于 当前来看又给了新高 可以把它作为中枢延伸 而后呢 再向走离开段的一个剧情 如果再向走离开段的剧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从技术层面来讲 那么有几个观察节点 第一个观察节点 从强弱来看 第二个日线级别的中枢上沿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或者是分水岭 这是一个节点 那么第二个结合量能来讲的话 因为当前的量能 还有一个稳步踩升的一种迹象 如果说后面的量能能够保持住 那么量能能够保持住 那么它的机会就可以延续 甚至说不断的给出新高 但是如果说量能 一旦量能不能温和方量了 或者是一旦量能缩减了 就要高度小心 从技术表达来讲的话呢 防范的是量价顶背离 以及MSB顶背离的一种状态的公正 所以说呢 当前第一根中的节点呢 是量能 第二的话呢 从位置上面来讲 观察的是下方日线中枢上沿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一个技术关键位 然后我们再来看 对应的 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又处于什么呢 处于这样的一个收敛 处于这样的一个压力线的一个附近 就是把高点和高点相连 当前的位置呢 是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压力的一个附近 所以说呢 向上能不能继续突破 能不能保持量能的方大 至关重要 这是对于国防军工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和看待 那么我们再看细节 细节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呢 有一个节点 这个位置最低点呢 是1332 好 前面这个高点呢 是1316 没有接触 没有接触的话呢 那么它是属于支线的一个趋势上 趋势上当前呢 再往上也是容易进入被尺段 所以说呢 对应的上方高点和高点相连 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 或趋势压力 这个趋势压力的话呢 那么再往上 那么呢 趋势压力线的一个沉压的节点 所以说呢 还是要保持一个警惕 所以说呢 那么主观态度是什么呢 当前量能不说 板块保持活跃 但是保持活跃的同时的话呢 那么观察的节点向上 在这样的一个反压趋势线附近的位置呢 要做一个小小的防范 如果说呢 后面量能不说 那么内部的轮动 机会点还能保持下去 如果说量能缩减了 那么就要小心 今天说这个板块呢 还保持活跃 还可以 还可以去跟 但是跟的一个节点呢 还是用这种低吸高抛的一个使用 而不是去追高 好 这是 鞠躬尺寿的一个态度 那么小周期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从1575点位以来 它的反弹 这个反弹实际呢 到当前位置 还属于日线的一笔以上 得延续当中 那么前面呢 给出这样的一个顶分 破五均 破五均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两天又基本上修复过来 而且呢量能微微有放大 微微有放大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先看 像上1828.12的位置呢 其实也是很容易就突破 今天最高的1824 如果说一旦突破呢 相当于把这个顶分给化解掉 但是呢 如果说后面一旦再度出现这样的顶分 破五均 那么就要高度小心 高度小心过 做的话呢 那么后面的剧情 如果说给出一笔下回落 不破什么位置呢 不破1654 如果前面呢 后面如果说给出一笔下的回落 不破这个位置 那么对应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 可以这样去划分 这样去分解 分解的节点是什么呢 例如说对应呢 这是一个日线的中枢 日线的线段下 线段上线段下 日线的中枢 那么这是日线的一笔下 一笔上 一笔上的话呢 那么靠近这样的一个趋势 反压趋势线附近 要呢 就要做一个小小的防范 如果说后面给出一笔下回落 回落的话呢 对应的 不破前低 出现强底分 可以期待呢 日线的比中枢 然后的话呢 30分钟走出中枢 再向上走离开段 那么回落下来呢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机会点 140年线段不破 当前的节点 他只能用短线的视角去跟 而且是低高炮的维度 好这是对于国防金工板块指出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看各股的一个表达 各股的表达 他列说像对应的国防军工板块来讲 这里面的话呢 列说有两支两年板的股票 一个呢 是我们来看 一个是雅形毛链 一个是起帆电缆 那么像涨停板的话呢 对应了 其实更多的话呢 例如像距离所距 它是属于底部轮动 像中高新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是属于高位震浪 那么像浙江鼎立 它是属于底位轮动的一个视角 云银财带的话呢 是属于趋势的一个加强 那么起帆电缆的话呢 是两年板的个股 这个两年板的个股 咱们前面呢 在他没有两年板之前 在这个节点的话 是有过中间点评 当时点评的节点呢 是用日线的 是三百三十分钟级别 三人买点的一个视角呢 来进行点评和跟踪 好 那么再往下呢 像中性重工 中性重工的话呢 实际上它属于 调整充分过之后 底位的这样的一个轮动 亚新毛链的话呢 也是属于两年板 这个两年板的话呢 在他两年板之前 咱们前面对于传播方向呢 是有过点评 点评的节点呢 给出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一百四十年决线下方呢 先不讨论 就对它先不关注 一百四十年决线上方的 可以呢 作为一个观察节点 去跟当时的话呢 像亚新毛链也好 像中川科技也好 我们来看 像船舶里面 其实呢 船舶里面对应的 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像亚新毛链 在一百四十年决线的位置 在调到一百四十年决线的位置呢 或者直升 而且呢 调的过程当中 它是内部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五分钟中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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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趋势下跌 好 被迟 这个位置呢 又出现新的五分钟输 那么对应的话呢 列度像一百四十年决线下方呢 就不用讨论了 前面出现这样的移动的时候 前面出现这种移动的时候 列度像中川科技 前面呢 也是点评过 点评的接点是什么呢 一百四十年决线或者直升 前面下跌的话呢 存在这种直线底背离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只能用低吸高炮的一个视角去跟 如果碰到两两本的话呢 则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偶然的因素 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 但是呢 只要按照 按照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容易把握到 为什么 列说像天海防务 它的一百四十年决线下方 好 对应的 这是咱们前面点评过的 那么咱们来足以去看 好 列度像航发动力 航发动力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那么今天 今天 昨天 前天 这三天的话呢 呈现了一个再度呈现底分 那么这个底分是强势弱呢 我们来看 那么这样的一个底分呈现 量能和昨天相比 微微的有放大 那么这个底分的话呢 对应的也上了 上了五军 上了五军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呃 偏强的底分 但是它不是最强的一种表达 什么最强的 如果说今天的高点能够突破前天的高点 今天的 今天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 今天的高点突破前面的高点 而且呢 收在 前天高低点半分位上方 它就属于一个典型的强 强底分的一个范畴 不过呢像这样的一个属于什么 属于 对应呢 嗯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底分当中偏强的一种表达 那么接下来就怎么看 什么去看呢 那么像航发动力 我们来观察它的一个呃 技术特征 这个技术特征什么呢 从37块一毛九的位置呢 前面有一个大的中枢 就是呢 这是日线的一比上 好 对应的话呢 一比下 然后的话呢 一比上 一比下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30分钟级别中枢来去看待 它的级别呢 比30分钟级别越高 比日线级别越低 那么当前的话呢 这个位置 咱们前面讲的 如果说强 它是可以走向上离开段的 就是突破前高的 如果不强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承压 那么观察量能 那么前面的这个位置呢 在它涨的不同当中 把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了它去支撑 作为它的一个 呃 技术层面的一个防守位 那么前面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上一线 高开地轴 而后呢 出现强顶分破五军 那么这个节点 如果说 用方法论的事情来讲 就是短线的卖点 不断的减持点 减持点过之后呢 像昨天出现这样的一个十字星 昨天出现了小红星 小红星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它收在什么 收在五军 收在十三天均线的下方 实际上还是属于 而且数量属于弱势 那么今天呢 实际上是一种 多方能量的加强 但是今天上一线 流的并不好 如果说今天是属于 光头一样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 可以看前高 就是突破前面高点了 那么今天这样的上一线 实际上连续三天 它是一种多空平衡 多空平衡怎么去看呢 那么这一只个五的话呢 对应的如果说 哎呦 尝试 很简单 把昨天的低点 作为防守位 不破昨天低点的话呢 是可以延续 可以期待呢 继续往上突破前面高点 然后呢 走出一比上的延续当中 这个视角 如果这个位置的话呢 向上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这个位置做一个增浪 那么我们用分钟级别 来去看待它的结构 它的结构呢 30分钟还属于这样的 一个大的线段上的延续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向上一旦不能突破前面高点了 就是这个顶分的风险 没有被化解掉 然后呢 再往下面 那么呢 这是前面呢 这是一个30分钟大的 这样的一个线段 那么随时可以结束 如果说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回落反弹 如果后面呢 向下破了前面低点 而向上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反弹的是从线段的角度来讲 原先的这个三上线段的结束 向下线段的一个开启 所以说呢 接下来向上能不能突破前面高点很重要 能突破前面高点带亮 那么只为一比上的延续 三成线段上的延续 如果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实际上 它是一个反向线段的一个做法 这是寒发动力 那么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5分钟的线段下 加5分钟的线段上 所以说呢 接下来为什么说 这个位置 它反而不是一个 就是从5分钟的结构来讲的话 前面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5分钟的 两个5分钟中枢 可以做一个5分钟的趋势上来去看待 5分钟趋势上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它的一个退远方式呢 分为以下的几种 第一种的话呢 除反向运动 这是5分钟线段下 5分钟线段上 5分钟线段上的话呢 一旦走完如果还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对应的 好 走出这样的一个反向的5分钟中枢 就是5分钟中枢组件中的 这线下走离开段 如果像这样的结构走完 它和它有被迟 然后呢 日线形成一笔下 然后出现强底分 对应的话呢 就是一个更好的机会点 更好的买点 好 这是它的一个结构 当然了 如果说后面向下离开段和它无被迟 那么对应的话呢 防范5分钟的盘整发展从5分钟趋势下 这是一种推演 就是那趋势加盘整 这是反向的 好 正常的一种推演的视角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机会点来去看待的 什么机会点呢 这个位置作为中枢的延伸 然后的话呢 升级为30分钟中枢 然后的话呢 继续向上走离开段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位置对应的 我们来看待 从 好 从49块7以来 那么在30分钟图线上面 它实际上是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大的一个线段上 如果说的这个位置呢 持续震浪 就是既没有向下持续下跌 30分钟 线段上 30分钟线段下 然后组件什么组件 升级 有5分钟中枢 升级为30分钟中枢 然后呢 再走向上的 这样的离开段 这样的情况呢 是唯一一个当前是可以持股并且买入的 这样的一个依据 或者这样的一个因素在 好 这是航发东密 所以说呢 当前对它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就属于顶分 强 而且这个顶分是典型的 强顶分 没有任何含糊的 中间一个K线的长上营 第三根K线的话呢 是直接破了五军 而且呢 收了五军下方 同时的话 把前面这一根阳线给覆盖掉 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头力量 不会因为今天的一根阳线 就完全化解掉的 如果说呢 向上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化解掉了 那么对呢 是日线的一比上的延续 那么呢 依然呢 可以后面的持育跟踪 这样的趋势线即可 如果向上呢 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如果说明天 震荡往上 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然后呢 量能的话呢 没有持育的放大 反而 有的 如果说有前面有尝试的 那么呢 见好就收 防范什么呢 防范的是这个节点呢 走这样的一个中枢的延伸 强一点 中枢延伸 这一段的整个离开段 这是比较强的表达 弱一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五分钟线线上 五分钟线线下 然后走个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好 这是航发动力的一个技术解读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北方导航 好 那么北方导航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这一支个股 还是 很多朋友呢 应该是印象有深刻的 咱们前面呢 多次点评过 点评过的话呢 那么像这一支个股呢 还是大的视角看结构 这个结构呢 从 首先从6块6毛8的位置以来 它对应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周线级别的 中枢平台来去看待 强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走向上离开 周线的级别上离开段的 好 那么再看这内部 内部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从7块3的位置以来 对应的 它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是一个30分钟 判断上 30分钟 判断上的话呢 对应的这是一个5分钟中枢 后面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一个30分钟 中枢 甚至说呢 作为5分钟 中枢延伸也 也可以 但是它的级别是30分钟 级别 30分钟 级别的话呢 这些那种离开段 这种离开段 当前呢 还不能视为走完 前面的出现 这样的一个强顶分 当前呢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 底分的一个表达 那么它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很简单 把前面这样的一个 30分钟中枢 作为一个观察基点 如果给出什么 这个位置 证一下 向上 因为量能视数减的 向上呢 不能把前面这个强顶分 给破坏掉 给化解掉 反而呢 这类反弹呢 反而不建议去追 不建议去买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证一下 或者反弹呢 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再回落 破一下前面低点 它带有一个抵抗 带有抵抗到30分钟 是先段下 5分钟是一个盘整下 或者三分钟 先段下 之前一笔下 然而不破 下方的这个平台 那么堆呢 可以把我30分钟级别 三里买点 这反而是更好的 一个机会点 所以说这个位置 如果是向上 就是反弹 力度 不加 量能没有配合 反而要小心 回落的话呢 如果说下跌 比较什么 比较灵力 比较急 没有结构 没有背驰 也不能抄底 如果说呢 对应的 下跌当中带有抵抗 内部有结构 结构呢 又饱满 下跌呢 又有这样的一个 内部结构呢 又被迟 然后又满足这样的一个 买点模型 那么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样的机会点来去看待了 好 这是北方导航的 跟踪视角 所以说呢 用30分钟的一个图形 来去看的话呢 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一笔下一笔上 那么对应呢 如果说这一笔上呢 不能不能把前面的高点给越过去 后面给出一笔下 破前面低点 但是的话呢 内部如果说结构比较饱满 就是内部有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中枢 如果能组成一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 内部结构有饱满 那么呢 不破前面的十元的位置 回落下来 结构完成了 不破十元的位置 对应了 准确的讲的话呢 它是九块九毛四 不破十元的位置 对应了 它是一个30分钟级别 三个买点的一个机会点 来去看待了 这是北方导航 那么再看亚新毛链 亚新毛链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当前已经走出了两年板 两年板的个股的话呢 那么应对起来 特别的简单 特别的容易 没有的 这类个股呢 两年板之后 再往上肯定不去追 追的话呢 其实就属于在堵了 就是进入到情绪化的 一种博撒心理了 如果说呢 有的 前面呢 在140年军院附近 或者说呢 前面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 以五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来去看待 因为这个节点呢 它是组建五分钟中枢 五分钟现在下 五分钟现在上 五分钟现在下 这样的一个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的一个构成 构成的话呢 如果把五分钟级别的 让点机会点的话呢 那么后面以待向上 不能连板了 建好就收 即使止盈 等它回落的话呢 不破 零多不破 七块八的位置 如果说调整下来 它可能会存在一次 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好 这是亚新锚链 那么再看下浙江鼎立 浙江鼎立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的一个剧情是什么呢 涨停 似乎是涨停突破呢 我们来看 首先呢 这一支个股来讲的话呢 它从140跌到什么呢 跌到53块7 它也是属于这样的股价腰斩 从53块7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它的一个剧情 是可以把它作为 我们来看 从它的一个结构上面来讲 这是一个53块7来讲 这是一个日线的线端上 线端上的内部呢 有三成的中枢的延伸 好 然后呢 这是一个日线的线端下 当前走的是一个日线的线端上 这个日线线端上的话呢 线端上的内部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组件来去看待 好 一说呢 当前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是属于日线的线端上 线端下 当前走的是日线的线端上 线端上呢 只不过这力度比较强 和前面这个位置呢 没有背词可言 而且的话 它又用传统的一个方法和视角来讲的话呢 它又属于这样的小平台的突破 小平台突破过之后呢 像浙江鼎立 这类个股的话呢 同样的 如果说后面直接大幅高开 或者冲高档呢 不要轻易的去追 但是呢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增荡回落 那么呢 有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么呢 可能会存在短线的机会点 这个短线的机会点是什么呢 是把握的是属于 30分钟上的离开段 内部离开段的延续当中的 5分钟级别的这样的机会点了 因为这是属于日线一比赛 还没有完成 就是还没有结束 这是浙江鼎立 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判断一只个5有没有机会 要去 不仅仅要判断 它的持运后面会不会上涨 不要 就是这种 这是太戳急的一种视角了 而且这种视角的话呢 是没有答案的 很多时候呢 就是它是不是买点 如果不是 什么情况下是 如果是的话呢 它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 买点 那么同样的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好 如果说呢 这是一笔上走完走得比较强 后面呢 一笔下回落不破 这个小的平台 它就属于30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震浪 就是呢 接下来冲高回落 或者是调整 调整的话 给个5分钟的线段下 日开的话呢 一天的调整 或者是两天的调整 带有抵抗 然后呢 带有下阴线的 5分钟线段下 它属于5分钟 5分钟级别的买点 这个买点的话呢 完全可以期待一个 三天的中速上方 过去5分钟的 次级别的中速 然后再向上走一个离开段 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 日线一笔上的延续 就是你要知道 把握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机会点 它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好 自将顶利 好 那么如果说 我们用更小级别 来去观察的话呢 例如说 刚才看到的 用30分钟的一个视角 58块前的位置 好 那么从58的一个位置以来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30分钟的攀升上嘛 三分攀升上的 当前这个乡线的一条 还没有结束 好 其实50 它三分钟中速上延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冲高回落 给一个 给一个五分钟的线段下 或者是一分钟的 总是类型下跌 不破 75元的位置 它就属于五分钟级别的买点 如是而已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太豪科技 太豪科技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曾经点评过 当期它也是属于 到了 140内均线的位置 或者支撑 其实无形当中 会发现的140内均线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观察点 那么当前呢 是属于 在140年均线附近的位置 获得支撑 然后的话呢 当前唯一 当前不错的 值得 值得期待的一点呢 是属于量能 有温和放大 温和放大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已经走出一笔上了 一笔上的延续当中 一笔上的延续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30分钟是线段上 那么五分钟的一个走势的话呢 它是五分钟 前面有一个五分钟中输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呢 好 它可以把它做为什么 作为五分钟的 趋势上的一个表达 就是当前的话呢 还没有构成 就是下方的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输 非常标准 从六块七毛五的位置 这是一个五分钟的中输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中间呢 这是有一个一分钟中输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了 它也属于在哪个五分钟 最大的线段上 后面的回落呢 咱们用强热看前高 结构看前低 这个位置相似上 肯定是不去追的 不去追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有中有的 可以沿着均线去跟 五军不破可知古吗 如果说呢 后面给出五分钟的 大的线段下回落 回落的话呢 连前面高点都不接触 这个位置呢 只要往上走的强 回落呢 连前面高点都不接触 它对呢 还是买点 如果说回落 接触前高 不破前低 那么可以作为 第二个五分钟中输 它纯定是五分钟级别的买点 这个买点的话呢 可以期待向上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 一旦和它有倍迟 那么对应的卖点了 好 这是用五分钟的结构去跟 那么呢 用自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再结合趋势线的维度来讲 也比较容易 那么像这里个股的话呢 把它低连和低连相连 好 低连和低连相连 第二根趋势线 作为一个 好 这是第一根 这是第二根 第二根趋势线的 作为一个防守卫 回尺不破 可低连 破了及时立场 纠错 好 一旦出现这种强顶分破物军 也要进行防范风险 好 这是太豪科技 那么以上呢 是对于军工板块的一个态度 就属于什么呢 军工 近期是保持活跃的一种 状态 一个板块 方向 那么具体的个股的话呢 其实它是每个个股 它是有自身的节奏 有自身的这种结构 所以说呢 先有大的一个方向 大的一个态度 就是军工板块的向上 防范呢 是反压趋势线的压制 但是呢 如果说后面呢 有这样的一个量能 只要不缩 那么呢 板块还能保持活跃下去 一旦呢 整个板块线 有放量转化为缩量了 那么防范呢 是量价被离 防范呢 是量价顶背离 和MSB顶背离的一个公正 如果说呈现 呈现这种状态 那么就要小心 如果说呢 哎 这一段当中量能不缩 然后呢 具体的个股的话呢 按照自身的节奏 可以去跟 但是呢 要有退出机制 好 这咱们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